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65岁的王阿姨 最近总觉得自己身上有奇怪的气味 心想不会是老人味吧 之前听说过上了年级就会有 所以也没太在意 但最近一段时间 平时和自己玩得很好的朋友没有来晚了 周围的人也避开了自己 王阿姨怀疑是不是自己身上的意味太重了 王阿姨有些自卑 每天都洗三四次澡 但身上特殊的臭味依然没有消退 并且因为洗澡过于频繁 皮肤也变得干燥发痒 直到前段时间 王阿姨的女儿休假回家 闻到她身上的味道感觉不对劲 赶紧带王阿姨去医院检查 结果查出了盆腔炎的问题 而这是王阿姨身上特殊味道的来源 一年纪大了身上就会有老人味吗 当你踏入老人的房间时 一股特殊的味道会窜入你的鼻腔 乘坐交通工具时 坐在老人旁边或许也能嗅到这种类似的特殊气味 当我们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以后 身上特殊的气味 似乎也会越来越重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其实是老人味 并且也是真实存在的 2021年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上刊登的一项研究报告 这项研究选择了三个年龄段的参与者 未年轻人组20至30岁 中年人组45至55岁 和老年人组75至98岁 每组12人至16人 研究人员让参与者穿上带有夜下垫 且无气味的T恤连续睡5个晚上 5天后将带有气味的夜下垫收集进 玻璃瓶并随即选取41位年轻人 通过鼻子闻气味的方式 分辨气味样品所属的年龄 结果发现 评估者很难分辨出年轻人中年人的气味 但却能轻松判断出老人煮的气味 换言之 老人身上的确存在容易辨认的气味 为什么上了年纪 就会有老人味出现呢 首先和新陈代谢离不开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 人体就会产生更多的不饱和脂肪酸 而不饱和脂肪酸氧化降解以后 就会形成一种叫做 认全的物质 它就是老人味的来源 其次人体气味的构造其实相当复杂 基因不同也导致人种间焊腺分泌物质成分不同 在不同微生物作用下也会形成千叉万别气味 而且人体气味不仅和年龄有关 性别饮食以及卫生习惯等都会产生影响 所以老人身上的老人味 小部分可能代谢引起 也有可能是体力下降 清洁意愿下降等生活方式改变引起的 当然老人身上的某些特殊意味 也要警惕使疾病引起的 二、洗洗更健康 四个部位不用太干净 一般来说身体保持清洁是有益于健康的 但其实有些部位清洁过度的话 反而可能会遭热来癌症 第一耳道 耳朵类会自发产生出一定量的耳屎 但并不需要经常清理 因为耳朵有自洁能力 在说话、打哈欠、等下额关节运动 或者是体位改变时 耳屎自己就会顺势排出 而油性耳屎有时候难以排出 可以考虑到医院五官科进行深度清洁 注意外耳道皮肤焦嫩 频繁掏耳朵会损伤 外耳道皮肤并造成感染 特别是反复感染 修复过程中就有癌变的可能 第二鼻腔 鼻腔同样有自洁能力 也不建议频繁清洁 否则可能损伤、鼻连膜 而有鼻出血危险 破损皮肤也有感染的可能 特别是鼻腔附近有危险三角区 处理不但甚至可能引发 颅类感染 第三皮肤 皮肤的角质层其实很薄 频繁的清洗 往往会刺激皮肤 引起皮肤红肿、骚痒 甚至会变成敏感肌 也有人洗澡追求搓出泥 但过于搓泥 会让皮肤变脆弱 也会增加皮肤病的风险 三、老人味能消除吗? 养成四个习惯 老人由于长期任吸犬浓度过高的环境下 因而很难自查自己身上的老人味 但是身边之人却很容易嗅到 然而老人味与一些生活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 想要消除老人味 以下这四个习惯一定要做好 第一、饮食清淡一些 老人的饮食尽量保持清淡 少吃高油、高脂、高热量的食物 否则会增加身体油脂分泌 导致老人味加重 最好吃一些新鲜水果和蔬菜 多喝水 第二、勤洗澡、勤换衣 老人尤其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 特别容易油脂堆积的部位 都要着重清洗 洗好后可以适当地涂抹一些润肤酸 调整皮肤水溶分泌 贴身衣物也要更换清洗和曝晒 第三、室内通风 很多老人都有慢性疾病 婴儿需要长期吃药 所以屋内总是会有很大的药味 建议平时注意多给卧室通通风 帮助上胃 第四、做好口腔清洁 老人上了联机也不要忽略口腔健康 尤其要注意做好口腔清洁工作 餐后最好养成用盐水漱口的习惯 不仅保护牙齿还能够减轻口腔异味 带假牙的老人也需要注意清洗自己的假牙 衰老是个非常正常的过程 而人上了联机以后 因为新陈代谢、环境、生活和饮食的习惯等等的因素 的确会产生一些老人味 年轻人应该理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 切莫因为老人味而疏远老人 当然也要注意帮助老人识别真正脑原味 对于特殊的身体、气味更是要小心 是疾病等问题 平时一定要多喝水 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 饮食要清淡 每天适当的做一些简单的运动 比如散步、骑自行车、打打太极等等的简单运动 对身体也非常的有益 好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您的每一句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您动动您发财的销售 在下方给我点个赞或评论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